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台股直播室 台北股市在70過後 你會發現到 今天指數的震盪它滿大的 但是如果說你把時間拉長一點來看 整個股市幾乎沒有什麼動 但是因為在肺炎的陰影之下 到底台北股市它後面 應該要怎麼去走 那現在整個操作的策略 我們要怎麼去拿定 那待會我們在節目裡面 再一一的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來仔細看今天的盤 今天的盤滿有趣的 因為早盤台股就開了100多點 那結果在一個小時之內 台北股市打到平盤之下 小跌12點 那現在整個台股又漲了121點 好 這個一下大漲 然後又跌下來又大漲出來 那最近如果說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就像我剛剛跟他說的 你會發現指數就算大漲大跌 好像都橫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那因為現在在肺炎的狀況之下 那你到底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漲 還是說這個地方要再做壓回 好 各位我們就直接來看 因為最近差不多從農曆過年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 已經差不多將近一個多月 快兩個月 那當然現在整個肺炎還沒有減 那很多人會造成滿大的一個恐慌 那到底對整個股市的操作有沒有機會 那這機會到底在哪裡 好 那各位如果你想要早點知道說 整個台北股市的變化 如果說你1點鐘比較沒有空 或者是你在上班 或你要休息 那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加入我們這個LINE 那這個LINE裡面我們會告訴各位 整個盤市的發展 還有個股的一個操作 到底重點我們應該放在哪裡 尤其從3月份開始 因為LINE要收費 所以我盤中會用3到5分鐘的時間 到時候我用影音的方式 我來跟各位解盤或講標股 3到5分鐘的時間對你來講 應該只是一個小時間 那我大概時間點會落在差不多10點左右 也就是說整個盤開完之後10點左右 你加入我們這個LINE 你就可以了解到整個盤 它應該怎麼走 那甚至於當天股票方向 它到底在哪裡 所以還沒有加入我們這個LINE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OK 好 我們仔細來看 整個台北股市的走勢 我記得在3月一個多禮拜之前 那時候我們在節目裡面 或者是在我們的LINE裡面 我就有跟各位講過 來 我們仔細看 台北股市3月25號的時候 台股打下來之後 後來出現反彈 連彈幾天上來之後 那時候我有跟各位講過 台北股市它不可能去走V轉 什麼叫V轉 就是說你快速跌下來之後 它再快速往上攻 那我想這個走勢不太可能 因為現在肺炎的關係 好像也還沒有看到什麼 比較明顯的一個 一個比較緩解的一個狀況 所以V轉不可能 那如果說你V轉不可能的話 你台股會怎麼走 好 那各位 3月25號的時候我就跟各位講了 台北股市彈上來之後呢 它會先面臨到這條月線 那你月線來到這個地方 你既然沒有辦法去走V轉的話 照理說你台北股市應該是沿著月線 這個地方它去走一下整理 它走整理的目的 它應該是在化解什麼 這條月線的反壓嘛 那我們那時候3月25號 我跟大家講過10個交易日 原因在哪裡 因為那時候的月線成本 在這個位置區 我說你要等到10個交易日之後 整個月線成本一下來 你台北股市要過月線 那就不是問題了 好 那各位 從3月25號到今天4月6號了 那時間已經過了一段期間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 目前整個台股的月線成本 它的位置在這裡 現在指數在9787嘛 那你現在月線的成本呢 在11321點 那你就說 今天禮拜一嘛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過完這個禮拜之後 整個月線它會快速的下移 跑會快速的下移 所以台北股市在這一段的一個 反彈格局裡面 你會發現它就是沒有過月線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3月25號 我跟各位畫這個圖的時候 我跟他說 他會沿著月線 這地方去走震盪 那或許你會說 台股這地方看得不是很清楚 好 那各位你去看 為什麼台北股市過不了月線 因為這是道琼 有沒有 道琼是不是沿著月線 這邊走震盪 有沒有 這條是月線嘛 那跟我3月25號畫的差不多嘛 台北股市就是沿著月線 這地方去走震盪 好 這邊去走震盪 好 那如果說以道琼的走勢來看 它既然都沒有過月線 你說台北股市怎麼過月線 好 就算過去 那也未必站得穩 所以整個美國股市在這段期間裡面 尤其清明的假期之間 我們有三個交易日 跟美股脫軌 好 那這三個交易日每股大概是跌了4% 可是我們去仔細看 最近我們會發現到 這段期間以來 不管是台股也好 或者是國際股市也好 好像每天那個漲跌都幅度非常大 可是你把距離拉遠一點來看 你都會發現到漲跌的幅度很大 可是它區間就不大 有沒有 它這段的區間就不大 都是沿著月線 好 那各位 所以台北股市 因為3月25號 我們那時候在這個Line Edge裡面 就跟各位去規劃 整個台北股市的動向 所以我說 如果你想要提早知道 整個台北股市它應該會怎麼走 到底這裡是要攻了 還是說它還有修正的壓力 我建議各位 盤中的時間大概10點左右 你給我3到5分鐘時間就好 到時候我們用影音的方式 來跟各位去做解盤 那甚至於方向到底在哪裡 個股到底在哪裡 到時候在這個Line Edge裡面 都會跟大家去做解說 所以想要提早知道的 或1點鐘這地方你比較忙的 或你要休息的 你還在上班在忙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Line OK 好 那各位 我們仔細來看 那我們3月25號已經畫完圖了 台北股市就沿著月線走區間 剛剛也說了 道瓊就是沿著月線走區間 月線也沒過 那你台北股市現在也是走區間 對不對 那剛剛我們跟他講過 你在經過這個禮拜之後 整個台北股市的月線 就會快速下移 所以照理說月線不是問題 那如果月線不是說 你是不是他站上月線 他就要攻呢 那到底這個盤 後面應該要怎麼去走 好 各位 我先講一個 我覺得這個禮拜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什麼叫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來看一則新聞 看到這新聞你可能會嚇一跳 我想大家都這幾天都應該看到 但是我覺得這跟股市的走勢有關 好 我們來仔細看 這是4月6號今天了 其實到底這兩天你都會發現到 川普都在講 要做好準備 川普說美國本週將會死很多人 死更多人 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依照美國一個 一個統計的大數據來看 這次的武漢肺炎 應該說這次的肺炎的關係 依照整個統計的角度來看 照理說來到差不多4月中旬 這個時間點 美國會是一個大爆發的關鍵 也就是說在這段期間裡面 會有很多人去感染 所以因為這個數據 因為整個數據的統計出來 然後讓你看到川普說 美國本週會將會死更多人 對不對 當然我們希望不要這樣子 最好是能夠獲得控制 不過我們做 在股票市場裡面就是論事 就是論事 如果說在這一個禮拜 美國正好面臨到這個肺炎的 一個考驗的話 這裡對美股而言 還會有一個模式 要注意看 我們剛剛說 台股先走區間 就跟美股一樣 他現在走區間 如果這個區間盤在這個禮拜 因為美國的肺炎的關係 經過大爆發之後 如果讓美股出現下跌的話 好 那各位我跟你講 這張圖表還沒有結束 還有一種走勢 台股一種走勢是沿著月線走區間 那如果說你今天美股是跌下來 那怎麼辦 那我是倒是覺得這種區間盤 我們要預防什麼 他會不會去走西坡修正 他會不會去走西坡修正 比如說你台北股市現在不是走V轉 如果你依照月線的成本來看的話 到今天為止大概只剩下最後五個交易日 你月線整個錢就下來了 所以你台北股市要過月線 我覺得那不是問題 但問題是如果你美股沒過 你台北股市就算過 他應該還是走區間 但是這個禮拜很重要的關鍵是 因為川普說 因為美國的大數據統計 這個禮拜肺炎在美國 應該會很明顯的出現一個轉折 就是說他會不會爆發 所以川普說美國本週會死很多人 所以如果美股跌下來 我們在這段格局裡面 我們就要預防什麼 台北股市會不會去走西坡修正 那不管你是走一個區間 還是去走西坡修正 我倒認為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 都是在做一個徹底 或者是做一個擴底 那如果說做徹底 或做擴底的走勢的話 我覺得那反而是什麼 掌握低檔的機會 那當然現在你會問說 老師如果說美股跌下來 那你台北股市又跟著跌的話 那這個盤不就不能做嗎 那這個盤不就是 沒有股要可以買嗎 好那各位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怎麼做 跟整個大盤的發展是有關的 那你現在的盤 都是比較屬於偏盤者 就算你走西坡修正 我倒認為 你也不用那麼悲觀 為什麼 因為有些個股的買點它會出現 那什麼樣的股票有機會 好那各位我再說一遍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LINE AD的 我歡迎你加入這個LINE 我們在從3月份開始 我們就在盤中 會給各位3到5分鐘的時間 大概10點鐘左右 我們用影音的方式 來跟各位解盤跟講個股 所以你只要盤中10點鐘左右 給我3到5分鐘時間 我會把盤式交代清楚 還有個股的方向 它到底在哪裡 就像我們剛剛跟他講的 你台北股市如果說在這地方去走區間 越線已經不是問題了 那反而有些個股反彈的空間就比較大 但如果說走西坡修正 那不代表說這個盤沒有股票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肺炎的影響之下 到現在為止大家都會人心惶惶 可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台北股市不管你是走盤整 或者是你還會去測一次低點 測前低的狀況 我覺得台北股市到現在為止 有一個族群 有一個方向 這樣的股票它會漲 它會成為市場資金的避風港 那到底什麼方向 好 那各位來看這個東西你就知道了 比方說 你看這個 最近的稻窮沒有過月線 比方說高科技股 它也是沿著月線走區間 對不對 可是美股它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有一個族群 這叫做什麼NBI生計指數 它最近是過月線 也就是說在美國股市裡面 反彈的過程裡面 生計的個股它漲得比較兇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帶到 台北股市的生計股來看 不代表說每個生計股都會漲 你要去掌握跟疫苗有關的相關的個股 它才是資金的避風港 那當然這個族群在哪裡 這個個股的方向在哪裡 好 這個重點我們待會 再來跟大家做解說好不好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提早知道 整個大盤的方向跟個股的操作的話 我建議各位加入這個LINE之後 盤中10點鐘左右 我們用3到5分鐘的時間 用影音的方式來跟各位講大盤 來跟各位講個股 所以還沒有加入我們這個LINE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那至於個股的避風港它到底在哪裡 這東西待會我來跟大家做解說 什麼叫做疫苗這一塊 那疫苗這一塊我們要怎麼去抓個股 那什麼樣的個股 不管你台北股市盤 或者是你受美股影響的 你還有再去測一次低點的話 那到底什麼樣的股票 它會資金往那個方向聚集 方向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再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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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bank ك 第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叛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叛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看啊 几分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宝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4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以等就对啦 好 欢迎来到现场 台北股今天震荡蛮大的 因为早盘涨了白点 然后又拉回到平盘之下 现在又涨了白点 可是这种震荡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其实在这一个多月以来常常看到 可是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我们刚刚就跟他讲 指数就算震荡大还是走区间 有我们其实美股也是一样 震荡大也是走区间 那现在月线都没有过 那我刚进在三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分析过 我说整个盘单因为他不可能去走V转 那现在因为我们遇到的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月线 所以当时在3月25号 我们在节目里面 或者是在这个lightx里面 我们就跟各位去规划整个盘式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 台股应该是沿着月线走 对不对 那台股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美股就是这样子走 美股就是这样走 可是我刚刚有跟各位说过 现在因为这个礼拜 遇到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因为依据美国的大数据来看 因为最近你也看到 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创世界第一了 第一名 那如果说依照这个礼拜来看 那个爆发期应该就在这里办 所以川普就说 可能这个礼拜这一周可能会死蛮多人的 那当然听到这样的话 大家心里都比较不舒服 可是我觉得最好是不要了 但是如果说真的爆发的话 那我刚刚就跟他说过 台北股市这地方是沿着月线走区间 那你在五个交易日之后 台北股市要过月线不是问题了 但如果说因为在这个礼拜 美股大爆发 美股出现压低的话 那你台北股市顺势再去测前低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再走一次西坡修正 那我觉得不管这两个方式是哪一种 其实台北股市这波的修正 应该都会开始慢慢进入到尾身 好 进入到尾身 好 那重点是 那不管你怎么走 你现在个股的操作方向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哪里 好 各位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来仔细看 因为你道琼现在都没有过月线 你高科技股也没有过 到现在为止都是沿着月线走 那现在以美股来看 刚刚我们就跟他讲 你看NBI生计指数 他是占上月线的 另外一个BTK的生计指数 他也是占上月线 对不对 所以以现在的美股来看 生计股比较有机会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去带到台北股市里面来 那你的生计股到底什么样的个股有机会 老实讲今天很多生计股都涨起来了 你注意看 杨座忠誉涨停板 你看他耗顶 营收大衰退的 也是在也攻上涨停 对不对 好 问题是你整个生计的类股 你要怎么样成为资金避风港 现在不是说每一档生计股都是资金避风港 为什么 因为现在因为在武汉肺炎的阴影之下 不管你未来整个盘是走盘整 还是再走一次修正 未来面对整个武汉的 面对肺炎的状况里面 跟疫苗有关的股票 我觉得这才是市场的重心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准备去发展疫苗 好那各位 疫苗股要怎么去抓 好那各位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加入我们的LINE 每次有好的标的 我们都会在LINE Edge里面 提早跟大家去做解说 或提早告诉各位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现在加入LINE是不用钱的 因为现在整个三月份开始 LINE Edge要对我们这些老师 发这些LINE的人 发这些LINE的老师要收钱 所以我现在把它综合起来 因为以前都写蛮多折的 现在我用盘中三分钟到五分钟 我用影音的方式 我更会解盘跟讲个股 所以折数不要那么多 所以成本也不会那么的重 那到底加入LINE值不值得 能不能这个LINE Edge 能不能帮得到你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记得大致上在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在过年之前 那个肺炎的状况就已经开始有了 那只是会不会那么严重 那时候大家都猜不到 可是那时候我有跟各位讲过 关于肺炎 我们那时候抓一档个股 我们抓一档个股 你仔细看 1月6号的时候你会说 老师这蛮久的 没有关系 待会我会跟你讲 最近这个盘什么样的个股要动 1月6号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讲 你资金小的投资朋友 可以留意这档 我说低价大标股 是不是低价大标股 你看这盘中时间 10点20 我们不是盘后放马后炮 那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这张图表 股价好像打双底 我跟大家讲说低价大标股 短线要赚得快 波段要赚得多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 是哪一档 你看 那时候肺炎刚起来的时候 我只抓一档生技股 这档个股就是高端疫苗 那各位你注意看 1月6号的时候 我们在LINE里面 就告诉各位高端疫苗 那结果这档个股 有没有动呢 你注意看 1月6号 1月6号告诉各位了 你放完农历假期之后 不用讲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爆发了 已经开始出来了 所以他供涨停 1月30号涨停板 那时候在周线上面 只有一个点 他只有涨停 这就是涨停板 好所以 到1月31号他再创高 这周线 结果这段涨了17%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1月6号 30块7 这个位置区 我们进场去 然后拉到1月31号涨了17%之后 我们在36块附近 我就试着把它卖掉 好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整个肺炎的状况 还在延续 所以我前面这一段 将近有17%的空间 来到2月10号附近 这个位置区的时候 我在32块8附近 我把它买回来 好各位你注意看 结果2月10号涨停板 2月17号涨停板 2月18号再攻涨停 是不是上来了 两次涨停创新高 结果呢再创新高 结果呢你再仔细来看 一路创新高 三级股什么样的个股 他最有机会 不是每一档个股 他都可以做疫苗 他说你仔细看嘛 当初前面这一段 那个时间点 我们在LINEX里面 我1月6号就跟你预告 高端疫苗会涨 所以我说 我们这个LINEX 能够帮得到你 不是放马后炮 不是等到盘后 再拿那个强的股票 来跟你说 没有啊 我在帮你掌握什么 市场的潜力股 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会发现啊 从我1月6号 跟你讲的高端疫苗之后 结果这一段里面 哪一档生计股涨最凶 就高端疫苗嘛 前面赚17% 后面这一段将近快五成吧 有没有 好那各位我现在不是要介绍这一档 因为这两个股它已经涨上去了 前面这一段涨上去 那下一档能够像高端疫苗 这样涨上去的股票在哪里 为什么刚才高端疫苗会涨 你看啊 因为那个时间点 在2月23号的时候 台美合作嘛 AID证实说啊 你高端疫苗要跟美国啊 一起研发什么 新冠肺炎的疫苗 有没有 高端疫苗生物制剂公司 将与美国国立卫生 卫生研究院 合作研发新冠肺炎的疫苗 所以那时候疫苗都出来了 可是当时我们在低挡价 我在这个地方再叫你买回来 结果是不是涨上来 对不对 好那重点是它已经涨上去了 好那各位注意听 因为现在这个肺炎的关系 还在延续当中 刚刚我们说过嘛 美国的大数据认为说 这个礼拜美国可能会有一个大爆发期 如果说真的出现那个大爆发期的话 你说美股继续攻继续走V转 我觉得那几率不大 所以我反而会预防什么 美股会不会再去测前低 好那不管你测前低 还是你去走盘整 我觉得只要跟肺炎疫苗 相关的股票它都有机会 那你现在已经错失了一档 像高端疫苗这样的股票怎么办呢 好那各位我们再抓下一档 我觉得这一档 它是下一档的高端疫苗 而且说它是下一档的高端疫苗 现在你要去研发这个肺炎的疫苗 不是说每家公司都可以研究 你一定要有一个关键的什么 有关蛋白方面 我举例来说这档个股 它两年前就开发一个载体的蛋白 那现在它这个蛋白呢 它用于什么 感染性的疫苗或者是抗肿瘤的疫苗 那这些产品呢 这个抗肿瘤的 感染性的疫苗或者是抗肿瘤的疫苗 它现在已经针对美国或者加拿大 或者日本它都已经开始在出货 所以造成说它二月份的营收涨四倍 这档个股二月份的营收是涨四倍 你没有听错 那现在整个肺炎的关系 如果说肺炎的序列 排列的序号能够出来的话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在 开发出蛋白了 那你只要把那个序列 把它排列进去之后 那这家公司的疫苗 到时候最 差不多在五个月之内 它就可以生产出来 也就是说你今天措施了像高端疫苗 针对这次的肺炎 能够让你涨五成以上的股票 那没关系下一档个股在这里 那当然我说老师 这档个股是哪一档 好我建议各位 因为生技股的筹码比较稳 所以呢如果你想知道的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前五名 只有五名了 我们不要去打烂他筹码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下一档的高端疫苗 它到底在哪里 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如果说想要知道 说整个台股的发展 跟个股的操作 也欢迎各位加入 我们的蜡蜡城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跟大家做解说 年纪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优优独播——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859